今天有新增的 確診個案有六位 那一位在新北 是航員的先生 那就另案說明 那五位是在桃園 那五位的部分我來說明一下 那麼聯邦銀行 建行分航相關的 有這個三位 那一位是航員的 這個媽媽17717 那另外一位是航員 17630的這個男友 那另外有衍生的是 這個他們所 這個聚餐的餐廳 吸體公司的員工 所以這個聯邦銀行 確診的群聚 那麼有衍生四位 一位是新北的航員的先生 另外三位是航員的母親 以及男友 那另外是聚餐的 吸體公司的員工 那除了這個 聯邦銀行的這三位以外 那麼另外還有兩位 一位是這個17368的 這個同住家人 那17368是金賞歌友會的會員 是繼承車司機 那同住家人也確診 那另外一個是已經居隔的 這個居服員的乾妹的先生 那採檢確診 這兩個是跟聯邦銀行 這個群聚感染沒有關係的 17368就是金賞歌友會的會員 那她的她是職業是這個計程車司機 那她同住的家人 那麼一位男性 那這個暗號是17770 那她在桃園的瓦城泰國料理 擔任這個廚房的廚師 那這個瓦城泰國料理就停業 來採檢消毒 那我們匡列了11位 11位這個移送集中檢疫所 那另外有10位自主健康管理 那這個部分如果有桃園區的瓦城泰國料理的 這個足跡的部分 也可以到篩檢站來採檢 居隔中的確診的是 這個居服員的乾妹 17507的先生 這個暗號還沒出來 那她也在這個居隔中 來採檢確診 那麼聯邦銀行的 這個13位行員 加上一位 這個同住的家人 確診有14位 那今天我們有總共有新增 管理一位 那職場的框列數正在這個框列 那麼這個職場的部分 我們等框列數字出來以後再跟大家報告 另外一位是17717的這個行員 她的母親確診 那母親的部分是17773 那麼她的部分同住家人三人送集中檢疫所 那另外職場的部分 那我們會等調查框列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的數字 容許稍後再報告 另外有一位是這個 在這個西堤餐廳的公讀生 那這個公讀生的部分是 他的暗號是17774 這個昨天 昨天那個指揮中心已經針對17774 就聯邦銀行這個群聚感染案衍生的 這個聚餐的這個餐廳 那這個部分因為第一時間已經框列採檢 那所以有多採檢出一位中立高商的學生 那這個案子我們有同住家人5人 學生跟老師34人 送集中檢疫所隔離 昨天深夜就直接處理 那另外這個 這個公讀生的 這個同住的 這個家人 那麼有在東興國中 以及西堤國小 那就讀 那這兩個學校 就預防性停課一天 那中立高商全校停課14天 所以我們昨天有 昨天這個停課的7所學校 因為採檢都是陰性 那所以今天都復課 不過今天有增加一所中立高商 那麼停課14天 那信義國小跟東興國中 預防性停課一天 跟大家報告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